我幫大家做了一個這個對比好不好 我們做一個對比 好這是我剛剛講的 這當美國人不錯 因為來 這個面對台灣人 我們在這個鏡頭後面 我們在鏡頭後面 來首先看到 是 我看從哪裡開始 6月2號 民進黨中常會直播 你看 跟一大堆 新首長中常會直播 然後 6月5號 疫苗大規模施打輪到你就續打 好這個 這個6月4號 這個應該就是我講那個什麼 那個 8分30秒 講了8分30秒 然後有5分06秒 總統都在 護航國產疫苗 再來是6月5號 一樣是一樣的背景 一樣的總統府 耶也是視序 因為這個日本的疫苗來了 還是視序 6月7號 還是視序 告訴你端午節不要回家 愛家人就不要回家 這個回家會變私宿列車 台鐵高鐵變私宿列車 一次 兩次 三次 四次 總統要跟你說話 都透過視序 然後呢 來 他要見這些政要 都在管底 這個陳建仁 這個脫鞋子的陳時中 真的這 真的不夠不足 我放在總統面前 會不會有味道啊 表示很熟 好了 表示很放鬆 再來 建這個蘇貞昌 都有隔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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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管底 所以總統 建政要在管底 建縣事首長 用視序 跟你說話 用視序 這基本上我都沒有意見 而且就像賓哥提的 我覺得OK 這個總統的健康生命 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天傳出那個 管底照顧狗狗的那個 自公啊 確診 拜託 總統府的那個 這樣總統沒地方缺了 有25個人去驗 你記不記得 後來都陰性 都陰性 所以當然要緊張啊 那不要待在管底 可是去總統府 211營也有人確診 哪裡都不安全 看來總統只能坐在車上 每天坐在奧迪上面 在奧迪上哭泣 那是另外一個故事 來 可是 到了 美國的政要來 他們卻可以見得到 蔡總統 然後你再看看這裡 我幫大家整理一下 從5月19號 到6月8號 總統是完全沒有公開行政 大家記不記得 5月18號要去哪裡 我們講到那個狗狗 那天我有講 5月18號 蔡總統視察 指揮中心 跟陳時中 還有蘇貞昌院長 從5月18號 市場 出面視察 這個指揮中心之後 5月19 到6月8號 他是完全沒有公開行政 沒有公開行政 見證要再關底 跟你講話 透過視序 然後跟民進黨的這些 很辛苦的現任首長 或是中常委 開會用視序 唯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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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見美國的幾位好朋友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們都打完兩針啊 所以他們很安全 那不當然是這樣啊 他們都打完兩針啊 好啦 你這個邏輯 你這個邏輯通 但是 欸 路上也很危險啊 對不對 沒有 他沒有走出去啊 還是一樣 欸 機場也是危險啊 建議蔡總統 以後我們就抱一台水神噴霧好了 好不好 欸 我們不是水神噴霧咧 就插電有沒有 就抱一個水神噴霧 走到哪裡多安全 欸 其實說真的 我要小小反駁一下亮哥 欸 他們打完兩針 並不代表他不會傳染給別人 這是兩回事喔 還是有5% 10% 對 然後還有 還有另外一個 其實要保護總統 最安全的不是視訊 不是幹嘛 總統你為什麼不打疫苗咧 欸 人家在等國產啊 你就先打 總統的安全是最重要的 國產還沒過啊 先打嘛 美國交涉還是莫德納來先打 我贊成給蔡總統先打 人家要把處女針留給國產 我的手臂是留給國產疫苗的 好 不管啦 反正就是美國人來 欸 這個路上對不對 終於出門了 其實這個 這個剛剛韓冰沒有講到 嗯 這一趟是有特殊意義 來 等我一下 我們往下 等一下停浪哥來 來來來往下 下一張 到底值不值得啦 問這件事情喔 就是說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喔 你要殺雞 其實用小刀就好 可是美國這一次殺雞 不只是用牛刀啊 它根本是搬出機關槍跟大炮 首先 有沒有必要 大老遠做了這個 這樣很多航空民 非常興奮的這個 軍用的運輸機 從韓國 飛來台灣呢 有沒有必要呢 如果沒有必要 那這麼做 實質的意義 跟政治上的意義 何則比較大呢 來我們來看 美國參議員 這個達克沃斯 他說 我的家族 深知自由的代價 美國不會拋下台灣 孤軍奮戰 然後蔡總統非常的開心 就回答他 這疫苗是即時雨啊 給我的幫忙 我們就台灣啦 會鳴記在心 所以這一趟大老遠飛過來 飛機要有錢的啊 降落在宣傳機場 也不入境三小時 見完講完話 談完事 馬上飛走 有人說這一趟兩千萬 兩千萬 你覺得值得嗎 來 美國花的啦 我當然知道 如果是因為疫情 如果單純是因為疫情 我們來看一下 你覺得值不值得 來第一個 七十五萬劑 我說謝謝 但其實沒什麼意義 因為不夠 好 再來 請問是什麼廠牌 不知道 請問什麼收到 不知道 因為現在都是callbacks 所以七十萬劑其實不多 什麼廠牌 你也沒講 何時到 你也不說 那就很奇怪啦 如果你今天飛機上 載了七十萬劑飛過來 七百五十萬劑飛過來 那我就跟你說謝謝 可是問題數字並不多 任何資訊都不清楚啊 然後我們總統就要親自出面跟你說謝謝 所以你說真是為了疫情嗎 我是打個問號 那不是為疫情 為什麼呢 來 接下來我要告訴你 政治上面 這是非常非常多的媒體人評論 包含 包含 我們這個師大的林主任 他說 目前國內對疫苗的不滿 日間發酵 民眾反對政府的聲浪 很有可能 注意囉 因為大陸捐疫苗 演變成親中反美 大陸現在在國際捐疫苗 是領先的 美日意識到了 現在救命的軟實力 比經濟力更加深入人心 所以他要出面用台灣 來做一下國際宣傳 來 新加坡的聯合早報 也告訴你 美日對談捐贈疫苗 最重要的是替蔡政府引發的民怨 他的防疫 他的疫苗政策解圍 避免演變成親中反美 台灣親中反美 而在這場美中疫苗戰當中 重點在急救跟贏得人心的軟實力 講的一不一樣 有一個關鍵字都叫做 美中疫苗 或是我更直白的講 叫做美中疫苗大戰 來 陳一熙教授 蔡政府聚普猜疫苗採購不足 阻攔地方政府企業和團體自買疫苗 加上另一節 五月曾經說 美國不急著提供台灣疫苗 讓台灣人很不滿 不只對民進黨不滿 對美國也有為辭 所以這一場 注意到關鍵字又來了 疫苗外交戰 也同時要為蔡和美國 對台灣的形象解圍 你覺得疫情的 為了疫情而來的意義比較大 還是為了這種國際上政治角力 甚至是剛剛提到那個關鍵字 叫做中美或美中也可以 疫苗大戰的政治意義 比較大 來 兩個 都有啦 也不能說對我們疫情沒幫助 我就說有嘛 還是有啦 45萬劑如果是嬌生就相當於150萬劑 對對對 只要打一針嘛 沒有啦 90啦 45萬90 沒有啦 乘以二 乘以二 一百五 七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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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它這個飛機是 不是從韓國來而已啊 這是新加坡 它從馬爾地夫 新加坡 在印度下面 新加坡 日本 韓國 再到台灣 那這個飛機的航程 因為它是戰略運輸機嘛 它可以飛一萬三百九十公里 它的航程非常大 非常大 然後載重是十二萬八千公斤 它相當於可以把坦克車運上去 可以把兩輛軍用卡車運上去 然後還可以再 一百零二個陸戰隊 所以我覺得這個有一些意義啦 就軍事上 我們純舊軍事來講 純舊軍事就是 它再試看看松山機場 好不好降落 可以這樣可以這樣 好不好降落有兩個意思啦 第一個就是 美國是不是有時候 到了那個關鍵時刻 要派機動部隊來台灣 嗯哼 那這個飛機就可以這樣飛過來 試看看 FU一下 FU一下 先敞開一下就對了啦 那第二個當然就是 撤橋 比較消極的就撤橋嘛 當然是這樣嘛 那 可是它 因為它從來沒有過這個經驗 所以來飛一下 那事實上這種飛機 因為它完全沒有武裝嘛 它只有電戰系統 它沒有武器 所以一定需要戰鬥機陪飛 那我估計戰鬥機是沒有進入台灣領空啦 不然這個事件就很大了 那就是它直接這樣飛進來 不過它因為它也是軍用機啦 所以坦白說還是帶有一定的敏感性 不過我聽說啦 因為我今天聽那個張誠 我們那個中科院的一個軍事 軍事研究員他跟我講 他說他為什麼會選早上三點半 他說美國的氣象非常準 他就剛好抓到一個雨洞 就從那個雨洞鑽進來 有有有 這個報導有說 這個也有嘛 所以那個時候剛好 中國大陸的飛機都沒有演習 因為颱風嘛 就是那個天氣不好嘛 他就剛好抓到那個雨洞這樣鑽進來 所以也沒有引起不必要的緊張 你知道吧 這就是他厲害的地方 我看這個沒幹啦 可是他進來以後就緊張了 進來也沒做什麼事啦 事實上整個飛機都是空的 所以這個給人家感覺是更像是非啦 你知道吧 可是因為他是戰略運輸機嘛 很敏感 一次性的通過印度 新加坡 日本 韓國 台灣 那就是印太聯盟嘛 所以這個相聲性很強啦 就是說以後要是印太聯盟 一定要大家一起有事幹的時候 那這個就是一個好的工具 可能可以互相運送資源啦 甚至是調動機動部隊啦 或者是撤僑啦 那根本就是像一個演練一樣 事實上就是一個準演習啦 我說實在 哇這個要下標 這根本就是一個準演習 這根本就是一個準演習啦 只是說沒有軍人 可是那三個人也不是尋常人啦 因為那個Sullivan跟Kun 兩個都是軍事委員會的 然後那個女的就是Tommy Dagors 那個女的一度傳出可能當副手 不過因為她身體比較不方便啦 她做輪椅 她事實上是英雄啦 坦白講我說這個叫真正女超人 她就是戰爭的時候被 差點就死掉啦 後來鋸掉兩個腿 然後還選上參議院 很了不起啦 而且有一度 還是國防部長的人選啦 所以你從這裡就可以了解 就是這三個人都是軍事專家啦 這樣你就知道了吧 這個每個 拜登在 拜登是老政治人物了嘛 所以他都知道要害在哪裡 厲害 所以那個Chris Kuhn一定要來 因為那個就是他的 德拉威爾那一週 參議院的接班人嘛 這個就代表我 這大家都知道 代表拜登 就代表拜登嘛 另外兩個都是軍事專家 還有一個啊 差點當護手 是啊 所以 來當然就是 一定是有軍事性的啦 那當然就一定是 講了一些話這樣 那我想知道 剛剛這個賓哥講說 哪有可能只談疫苗 亮哥說 嗯嗯嗯 沒有疫苗不需要講啊 疫苗就 光是打滾那個演講 就講完了 那我們可能還談了什麼 他有發表一個演講嘛 我們還談了什麼 而且就直接講75萬劑嘛 對不對 我們還談那些什麼 談那些什麼 你以後就會知道 都是這樣 那我們知道會是這種 就是啊 怎麼會這樣 還是會覺得說 很棒很棒很棒 不過因為是軍事性的 我們當然不會知道 所以以後 可是你以後就會知道 看我們買了什麼 掏了什麼錢就知道了 對不一定是軍火啦 不一定 不一定是軍火 有可能是做一些佈局 難道美國大兵 要來駐守台灣了嗎 嗯 這個我不清楚 好 來沒關係 這個話題很有趣 我很喜歡這個話題 待會兒 我們還有Eric會加入 我覺得他也可以稍微來評論一下 我覺得他這個也可以來評論一下 我覺得這個話題 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有意思 你自己想想看 大陣上這樣來 真的只是為了疫苗嗎 當然不 甚至剛剛亮哥提到的 那個三個字 叫做準演習啊 基本上 我就是飛一遍走一遍 未來假如 我說假如 好在這個印太地區 甚至台海 發生事情 這個用我們台語講 叫做順路操 對啦 順一次啦 順路操 走一輪啊 看一圈啊 看一下哪邊有什麼 咪咪咪咪咪咪咪 怎麼飛這麼好 怎麼走這麼好 哪個機場 比較好降落 降落了 附近的設施如何如何 其實基本上 基本上 我非常同意 伊朗哥所說的 這就是一個準演習 所以一旦是準演習 他的軍事意義是大過任何一切的 他的軍事意義 甚至大過政治含義的 對可是人家有帶伴手禮來嘛 也沒有 帶伴手禮一句話而已啦 一句話要落實的 飛機上也沒有 要什麼時候來 要落實的 對不對 他知道我們的困難 我認為六月中應該會有消息了 七十五萬趕快來 也不多 好不好 嬌生也好 就還要給你七十五萬AZ怎麼辦 最好是嬌生啦 美國沒有AZ 他是捐美國疫苗 他不能給AZ 他是捐美國的疫苗 FDI沒有通過AZ 對對對 他們的AZ的EUA沒有過啦 對 所以美國是沒有的 好不好 來政治 軍事 他是大於疫苗的這一趟 這個三位議員 飛臺灣的這個行程 那個評價叫做評論 叫做準演習 叫準演習 帶伴手禮的準演習 帶伴手禮的準演習 那我想聽聽看 這個剛剛加入我們這個Eric 你怎麼看三位美國疫苗 現在的東西 這個 我看就是演習的部分 亮哥已經講了很多了 那這其實是一場 政治味十足的一場 秀 疫苗Diplomacy Vaccine Diplomacy OK 就是在大國與大國之間 這個所謂的疫苗外交呢 是變成一種新的戰場 那這一次的戰場呢 是開到亞太地區來 那亞太地區 他在這一圈走完之後 他把最後一戰走到臺灣 他事實上 宣誓的意味 十分濃厚 那剛剛亮哥有講到 這個Chris Coom 其實Chris Coom 事實上當初也曾經 是一度被懷疑 有可能會當這個 國務卿的人選 所以他不只是這個 那飛機上面都是重量級 拜登的接班人 那難怪總統要取 好啦我懂了啦 蔡總統我誤會你啦 這是飛去不可 對啊 可能當國務卿 可能當副總統 冒著5到10%被感染的危險 拼了拼了 要是我也去啦 我同意啦 去去去去 這個第一個就是說 美方來的人的層級是 可以直接代表拜登政府的人 而且是頭面的人 他不是這種 一般小的這種參議員 來的都是這種 頭面的人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來 你看他們在談什麼 他至少嘴巴上的發言 都沒有在跟你講 疫情為主的嗎 都在講價值為主 都在講這個 美國在亞太的部署為主 所以很清楚的 這就是美國告訴台灣說 我們未來希望能夠有 有更深一步的合作嗎 所以某種程度就呼籲亮哥講 你以後就知道 他們來講什麼了嗎 大家來了嗎 以後都知道 就是以後 是要幾年 幾年以後 等多久 我們來 很近啊 比如說阿特爾來 我們就吃萊豬啊 那你應該很快啦 看要不要吃什麼 我們來猜測啦 就是說 他們的上一戰是韓國嘛 那韓國他們談了非常多的什麼 這個半導體的產業鏈的合作 甚至說韓國要怎麼樣 才能夠更融入 美國整個產業的安全鏈嘛 所以你照這個邏輯走啦 就是說 美國他們這一趟來台灣 要怎麼讓台灣 納入他們這整個 如果說是綠媒 就叫天下為中 如果是我們比較這個 稍微持平的看的話 就他在印太戰略下的部署啦 那疫苗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疫苗這個東西他某種程度上就是告訴全世界說 我沒有把台灣忘記啦 那為什麼我認為說這是一個 政治味十足的一趟呢 就是因為 他們的這個疫苗送的準確度啊 就跟日本一樣 他就是要在你最困難的時候 送疫苗給你 那你看CNN今天有一篇報導很有意思了 他說美國有一個Congressional Delegation 國會的代表團 後面叫做Angers Beijing 把北京給氣壞了 那這個東西就可以延伸出什麼呢 延伸出說我們為什麼一而再 再而三的告訴 以及告誡我們這個政府 台灣這個位置上 我們雖然有民主價值存在 但是要善用我們的地緣政治 你以韓國為例啦 韓國他就是可以跟北京 達成某種上合作的意向 讓他去跟 當文在寅去跟拜登談判的時候 拜登送了他大禮嘛 那今天CNN這份報導 這不是我講的 觀眾朋友不要抹紅我 CNN報導的 CNN說就是因為北京釋出了 要送給台灣疫苗的善意 促成了美國這場政治大秀嘛 所以美國是覺得說 你要送我也要送 你要送我也要送 而且我要送到台灣人都記得我們 那美國送太少了 對啊 我跟你講這個東西這樣就是說 美國應該未來還會送更多 而且我相信送的東西 因為這種送 這不太符合台灣的這種 我們國家的經濟發展 以及我們對美國的理解 我們也不要他送的 你就500萬錢 趕快賣給我們 我們掏錢買就算了 你不要500萬 1500萬大家都掏錢了 你看今天國產疫苗出這個 陳培哲醫生這件事情 我跟陳醫師不熟 但是因為 有一些觀眾朋友知道 我曾經一段時間 在做這個 醫療生技的data 我是認識陳醫師的 陳醫師這個人 剛正不阿 剛正不阿 所以他今天已經出來回應了 他五月底就辭職了 他不是現在才辭職 他早就認為這有問題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美國疫苗對我們更重要 所以我們現在跟美國呼籲 我們也 這個問題 陳醫師認為這個問題是 本身這台制於美國怎麼辦 沒有沒有沒有 國產疫苗絕對不是美國的主張 真的嗎 當然不是 你說做蛋白質 吃蛋餵也不是 我這裡補充一句話 比如說韓國 是跟美國要到莫德納代工 因為韓國 一開始就設定要代工 所以人家真的有提出這個要求 那美國也實現 那我們跟美國要什麼 我們並沒有跟他要代工 你懂我的意思 那我們要什麼 所以那個Eric講的對 我們買的莫德納趕快給我 你知道這整個東西 你要怎麼看 就是你看我拉回美國 作為例子 川普有沒有在去年選前 大概八個月就喊說 要求這些疫苗大廠 在選舉前 就把疫苗做出來 那這些疫苗大廠 有沒有人說總統下令了 總統給我一個很莫名其妙 並不符合科學的一個 我就跟著走 顯然沒有 那今天國產疫苗有沒有這個問題 其實國產疫苗你就按照一個科學 邏輯走 它走完三期之後 我們自然會去打 只是在這過程當中 我們的政府應該是先提供 國外的疫苗 而且這些疫苗 就算它開始打的時候沒有三期 現在都陸續完成三期了 再來發展國產疫苗 那國產疫苗確實就是它是這種蛋白混合體 它卻副作用會比較低 所以我們對國產疫苗也沒有這麼沒有自信 只是就是說這整套看下來就是 三個美國國會議員來 重量級國會議員來 代表美國願意跟台灣 在這整個產業鏈或整個戰略部署上去做合作 台灣就不應該做出錯誤的期待 就好像說人家現在 人家也沒有說不想跟你交往 只是他想跟你先做朋友 你不要一下子要去結婚嘛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去提出我們的要求 韓國很清楚是代工Moderna 那如果國家我們的政策 政府的政策說我就是要發展國產疫苗 我們也都認為說你是政府你負責 但是此時此刻 請先把可以賣給我們的疫苗 賣給我們 那我們期待75萬劑只是一個開頭 正確 這個價值觀正確 判斷正確 國際觀正確 很好 好 來 而且也發現中美兩國都在搶新 所以我們長得滿美的 所以我就說這就是一個 中美疫苗戰嘛 它第一個戰場也許在台灣 那它更大的戰場在全世界 大家不要忘記了 中國大陸已經開始捐疫苗 而且捐很多了 那美國現在才起步 8000萬現在拿2500萬劑出來 它要收買的 我們不要講收買 它要 收買就是收買 不只台灣 中國到全世界已經三億 三億多了 就是它要收買的 不只台灣 他們要收買的是全世界的新 這個才是中美疫苗 過去我們講中美疫苗大戰 在比的是誰比較快研發出疫苗 現在大家都有了 也都在WHO被認證了 那就是比誰捐得多 誰捐得快 誰願意拿出疫苗 被接受的國家有幫比較多 今天也傳出另外一個新聞 中國的科興讓印尼代工 大家都在玩這個 是不是 這就是當中的貓膩 來 我們繼續往下 看看這是什麼 這是日本的 這是日本的 這個就奇怪了 剛剛我們講完美國 接下來我們要看日本 上禮拜我們講過日本 大家非常非常有感 就是 日本送我們124萬劑的疫苗 有人覺得少啦 確實有人覺得 才124萬劑 但我的立場我說得很清楚了 不論多少 美國75 就算是15 我都說謝謝 但是不用跪著謝 但不用跪著謝 那現在 更讓我覺得 不用跪著謝的是 這些人他們的說法 這個 首先講就算了啦 這個 我們看這個王定宇 跟吳思瑤 吳思瑤還拍了張照片 這個冰箱裡面 很多日本的酒類 說為台日友好乾杯 可能當天晚上家裡就 這個慶祝了一下 被網友就罵爆 請問 他刪文了 他刪文了 請問現在是乾杯的時候嗎 死這麼多人 這麼多人確診 這麼多的行業受到衝擊 請問委員 現在是乾杯的時候嗎 被他罵翻了 被他罵翻了 那現在也刪文了 好 重點是 一百二十四萬劑疫苗 你覺得多還是少 我說了大家的想法不一樣 有人覺得很多 有人覺得很少 但其實 或許 你知道嗎 台灣本來 拿到的可能更少 台灣拿到更少 是不是日本 日本不給我們 日本給我們一百二十四萬劑 已經很少了 本來還想給更少 不是 但是 根據 外國媒體的報導 不是日本給我們的少 是我們跟日本要的少 換句話說 日本本來可能想給台灣的數字 不只一百二十四萬劑 可能 可能 但台灣 只要一百二十四萬劑 這麼說 有根據嗎 有啊 來我們來看 這個 這個人 是日本的外相 就是外交部長 叫做 茂木 敏聰 茂木敏聰 他在日本的國會呢 接受議員的 也算質詢啦 就被問到說 為什麼 只給台灣一百二十萬劑 那顯然 日本有些議員覺得說 台灣現在為 情況危機啊 應該要多給一點啊 你怎麼給那麼少 來 我們來看這位 茂木敏聰 外相怎麼說 他說 台灣的國產疫苗 生產系統 七月以後就成熟了 只是暫時急需 因而只捐贈一百二十四萬劑 台灣 有國產疫苗啦 不用給太多啦 那至於 台灣有國產疫苗 不用給太多 我不知道會不會是 日本自己 本身的想法 看到台灣 很多 這個新聞 看到蔡總統 整天談國產疫苗 他都覺得說 不用給太多啦 反正他們七月就有了 還是我們有人 告訴他說 不用 你去幫助其他人 給我們這樣就好 因為我們七月就有國產囉 不用給我們太多 好 那我就不知道了 那我就不知道了 好再來 給我們一百二十四萬劑 那我們去看一下 在 越南 日本預計是送兩百萬劑喔 越南的疫苗的這個 這個施打率覆蓋率應該比台灣高 應該比台灣高 他人口有一個億啊 對 他人口有將近一億 九千八百萬 對啦 可是如果依照這個 美國的說法 試試看疫苗的覆蓋率 那他們的疫苗覆蓋率 應該比我們高 可是他們拿到的比我們多 他拿到的比我們多 那我反推回來 是不是代表日本其實本來要給台灣更多 那只有一百二十四萬劑 原來是我們不要 媽 來了 斌哥 其實喔 這個東西 我現在越來越敢肯定 應該就是我們自己不想要那麼多 我們自己不要這麼多 因為其實 當初 說要送疫苗來的時候 產經新聞馬上就做一個報導 當時產經新聞的報導 上面就直接寫明了 說我們的官員 因為現場經當時也在做 還有那個美國的駐日代理大使 然後還有日本的官員 然後呢 我們是跟人家提議說 你是不是可以給我們一百萬 當時我們提的要求就是一百萬 那如果按照現在日本外相 他在國會裡頭 尋答了這樣的一個說法的話 很顯然我們要的就是一百萬 也沒有很多 那日本人剛好手上有一些零頭 就是比一百萬還多一點 乾脆一次就送給你 就全部一起拿給你 那至於說七月 我們的國產疫苗就會成熟 到底是誰告訴他 我相信日本絕對不會自己用猜的 對嘛 不可能 他不可能用猜的 這種事怎麼可能用猜的 對 這種事情一定是台灣的官員 跟他做了一個保證 就是意思就是說 我們自己到七月 應該就自體自足了 就算不是國產疫苗成熟 至少我們其他疫苗也來了 所以我們不需要這麼多 我相信這應該就是我們的官員 給他的訊息 所以他想說 那我給你一百多元也夠用 在他的看法來講就是這樣 可是問題是我覺得很奇怪 到底是誰授權我們的官員 給日本人這個訊息 大家都知道 這個不過是 好嘛 就算民進黨催得跟什麼一樣的 十日寧靜作戰來講 5月24號他們開始聯絡這件事情 請問一下5月24號的時候 當時台灣的疫情狀況不緊急嗎 非常緊急 然後我們有來什麼疫苗嗎 幾乎沒有 手上幾乎是空的 那這時候日本人如果願意送 應該是多多益善啊 能夠要越多越好 那為什麼只想要一百萬 因為來太多國產疫苗沒人打啊 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掉梗在這裡 其外誰能保證七月多的時候 國產疫苗一定會成功 誰保證的 蔡總統 蔡總統根據什麼 總統說七月就要大規模施打了 不是嗎 總統根據什麼東西保證 我真的不懂 根據廠商跟他的說法保證了嗎 而且是兩家公司耶 一個是高端一個是聯誼 這兩家進度一模一樣 他們同時在七月都可以成熟啊 聽說都過了 對啊 這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正式解盲還沒有解完 對 但應該有消息了 但是通常理論上來講 我也必須跟大家講 二期要不過還不是太容易的事情 就是二期基本上一定會過 一定會過就對了 一定會過啦 但是問題二期過 代表什麼意義 只是代表他副作用可能不高 你也不能代表他保護力到底多少 沒有人知道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總統到底是憑什麼判斷 在七月就可以大規模施展 到底為什麼 應該這樣說 我覺得應該反過來 不是總統憑什麼判斷 而是總統說了 他們必須要做到 沒有 佑正你們想過一個問題 你們想過一個問題 比如說七月 假設都過了 那據我了解 高端至少會做一百萬計 那到時候我們手上有AZ 對不對 也有莫德納 可能還有嬌生 對不對 你可以自選嗎 不行啊 現在說不行啊 如果有人堅持不打國產 你怎麼辦 那就不要打啊 不 現在的問題就在這裡 就是說他如果是不讓你自選 因為現在全部都是公費嘛 對 都不用錢嘛 公費就是不能自選嘛 那就是混著嘛 對不對 所以你根本不知道 你打到哪一支嘛 對不對 那我怎麼知道 我打這一支可以出國 對喔 你有沒有國際認證 你打了他應該會告訴你吧 我就說這裡面有很多問題嘛 第一個是 我不想打 我要打我愛的嬌生 假設啦 我要打嬌生 那結果你不能選嘛 對不對 那一定會有人 有意見嘛 那第二個是 到時候如果有疫苗護照的問題呢 那混打 我到時候如果要出去證明說 我打了兩針 是足以出國的疫苗 我如何證明 我的意思是說 你在打的時候 也許你無法自選 但你打了什麼疫苗 你應該要知道吧 知道 那那完啦 因為你萬一打到 比如說你打到第一支就是高端 那接下來怎麼辦 那一定要打高端啊 你如果說 我一定要打 可以有國際認證的疫苗 那怎麼辦呢 所以他們不是有講說會安排嗎 如果你有特殊商務需求 你就可以打 不是之前有這樣說嗎 沒有沒有沒有 那個是叫做優先的名單 就說你有極很重要的任務 對 非出國不可 那我現在就讓你打疫苗 對 是因為我們現在疫苗不足嘛 那我現在是假設疫苗 逐漸夠了啦 假設那莫德納五百萬也來了嘛 AZ1000萬也來了嘛 那我們國產 預計不是有1000萬嗎 那到時候就會有一堆疫苗 就混在一起了嘛 混在一起了嘛 那你就會問說 那我到時候可不可以出國 不是到時候會變成怎樣 你知道嗎 亮哥 我覺得能不能出國當然是個問題 到時候會變成 搞不好大家都在搶著那些外國疫苗 那國產疫苗 會不會有那麼多人要打 這就是個問題 所以為什麼 不要日本給太多 你給太多國產疫苗 我說真的喔 我並不是看不起國產 我也沒有妄自菲薄 但目前看起來確實嘛 確實很卡嘛 那我想會有更多人 我跟你講 優生都被你派了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TVBS今天做了一個網路民調 你知道吧 那那個結果是 要打那個BNT的42.7 然後要打莫德納的是29.4 然後要打 要打國產的是5.5 然後最可怕的是 要打AZ只有2.3 因為AZ就是被你黑的他媽的 我哪有黑AZ AZ最近反應一定比較差 為什麼 因為國產到底好不好 沒有人知道 可是AZ最近一直出血栓啊 因為你 你一直在說 有什麼風險 有什麼風險 我沒有說AZ不好啊 這可以打啦 可以打 你打的到底是AZ而已啊 今天莊仁翔講得多誇張 因為今天又有一個女的血栓 結果記者把你問莊仁翔 你知道莊仁翔怎麼回答 因為你要問他說 是不是連續3D血栓 莊仁翔說 應該不只這麼少 莊仁翔就老實數了 其實莊仁翔說算老實啊 我就知道 宥翔我跟你說到最後 不用擔心國產的沒有人答 我給你做一個預判 因為你看我們蛛絲馬跡嘛 我們今天聽到一些江湖傳言說 中選會決定公投8月底照常嘛 是不是 我們聽到的江湖傳言是這樣子 所以我為了出來投票 就算國財也要催下去啊 不是不是不是 優正不是這個邏輯 這個邏輯是反會來推的 就是說8月底要 可以去投票 我們這個7月底 大概就要解封了嘛 那事實上是這樣子 你以新加坡為例喔 一旦是全部鎖在家裡 全部封鎖社區封鎖 那他們是有快篩 我們現在考慮快篩嘛 兩個月數字就會控制得非常漂亮 那你看喔 我們從5月開始 那是不是7月中 那他如果 可是問題是人家是有封 兩個月我們也沒封啊 問題是現在台灣基本上 你看那個數字慢慢在往下走 就今天而已啦 那不管那個數字 對沒錯 但我告訴你一般的經驗 就是兩個月數字會往下走嘛 那它的風險是 如果你沒有打疫苗 你再把門打開了 那個數字會往上 所以我們政府很簡單啊 就7月底就打開大門 然後就告訴大家說 很多人兩個月沒工作了 第一個在家裡 悶得無聊 第二個發現 口袋也沒錢了 必須出去工作了 政府就跟你講說 現在有疫苗你要不要打 國產疫苗打了 明天就回去上班了 明天就不用在家裡 對飲成三人跟月亮喝酒的人 你這樣變成陰謀論 我們那陰謀論呢 現在把你搞得更慘 國產疫苗的可求性就會相對提高 我沒有陰謀論 你這陰謀論 我的邏輯是通的啊 所以他們講 企業底大福治長的邏輯是通的啊 就是可不可以自選是個大問題 不行啦 現在是看起來是不能自選的 可是陳時中今天被問 他又支支吾吾了 唐鳳就說不行了 陳時中算什麼 我們這個對不對 大政委小部長 我跟妳講疫苗不能自選 這在很多國家不是這樣 陳時中前兩天其實有送動 他說可以自選 前兩天他曾經說過 可是後來唐鳳都出來講說不行嘛 那那個系統就是不行自選嘛 所以唐鳳出來的這個宣誓意味 就是告訴陳時中說 你怎麼說什麼 在那邊自選 自選哪在酸掉掉啊 國產都沒人要打啊 什麼自選 就是我叫你打什麼 你去打什麼 不過我跟你講 因為台灣人真的太聰明了 很多人會先去損殘 你懂嗎 就知道這一戰是中什麼疫苗 這一戰是中什麼疫苗 我跟你講 消極靈通一定打聽得到 但是我必須反駁一下Erik 你剛剛想的想法 跟我剛好相反 你知道什麼相反呢 就算國產疫苗7月底 真的如期開始施打 然後你公投8月28 照樣舉行 你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嗎 沒人去投 一樣沒有人會去投 那不是鄭重民進黨下懷嗎 對 因為理由非常簡單 因為你根本打不了那麼多人 來不及打 你根本不可能打那麼多人 而且你打下去還要2到4周才會生效 保持社交距離還可以投 但問題是多數人怕麻辣 這根本就不會去投了 這真的會影響 這真的會影響 拜託我到8人8還有疫情 多恐怖啊 那你該說 希望不要啦 我真的也希望大家 能夠趕快恢復這個 正常的生活 好不好正常的生活 但是我相信 這個疫苗應該是沒有辦法自選 如果可以自選 你不要忘記了今天 蔡總統跟我們講什麼 還是前兩天跟我們講什麼 不要選喔 輪到你就去打 總統都在告訴你 輪到就去打 不要再選啊 好不好 要保命 所以 蔡總統自己輪到都沒去打 他等國產啊 他有沒有75歲 不要亂講 他自己為什麼可以自選 對喔 但是他自選的是沒有人要的 所以還好啦 就讓他選啊 扶植戰略產業啊 對不對 就像常常去參觀這個 太陽能板的公司一樣 扶植一下 參觀風力發電的公司 所以王定宇應該要打國產疫苗 人家現在 王定宇先不用打 想要打什麼疫苗啊 拜託你以後不要來立法院了 你在南部以後不要上來了 不要每天在台南跟我說 早安幾點上工我要搭高鐵 不不不不 不要來 你來我就檢舉你 你就每天被抓去那個篩檢 這個韋哲市長說的啊 台南啊 哪一個 應要搭高鐵 檢舉他 抓他去篩檢 如果篩到 確診 我有1萬塊 如果拿1萬塊 我就拿出來請大家吃雞 那王定宇如果萬一 被篩檢良性的話 要不要篩岩若芳 應該不用 因為那個是蠻久以前 那個 吳思耀應該可以打AZ 民進黨都要篩啦 因為吳思耀會AZ乾杯嘛 所以應該可以打AZ 你們都不要選啦 通通都是那個 好來 接下來這個問題 我非常關心 我是不可能 我也覺得 好我照顧好我自己 我願意把 其實我也打不到 我講這屁話 這消微 但是不管 我就是要假裝很清高的說 我OK 你先打 就算我輪到 有別人沒打 我也讓大家先打 但是我應該是最後一批輪到的人 從年紀啊 健康狀況來說 但我不管我就是要假白 我就要清高 我OK 你先打 好來 台灣現在只有什麼疫苗 AZ嘛 然後亮哥說我一直黑AZ 莫德納 莫德納還 這兩天要啦 15萬 15萬 好 那我就請問大家了 你想打AZ 我們現在 先拋開國產疫苗 來 台灣可能有 不是 台灣已經有的是AZ 最多 15萬的莫德納 接下來可能 還有75萬的 也許是嬌生 也許是莫德納 不一定會混在一起 我請問大家 你想打哪一種 來我調查一下 亮哥要打哪一個 假設現在都要你選 我選第一名是BNT 不管嘛 就沒有BNT嘛 BNT沒有 AZ 嬌生 莫德納 你選一個 我要等BNT 好你選BNT 那你 如果要我先麻煩 我要打嬌生 打嬌生 那Eric呢 我會打嬌生 不用等 兩個都懶人 沒有 你看喔 不管是因為什麼原因 那這個 我也是啦 藍位嬌生好了 打嬌生就好了 AZ是排在後面 好那我就請問了 如果大家都想打嬌生 或者是莫德納 AZ誰打 又是誰 可以打 欸不多喔 75加15 90而已喔 誰打得到 現在就是優先給75歲以上的打 因為我們現在沒有別的嘛 75歲以上 也有分先打到跟後打到 90萬 要打完 也是要一段時間啊 那誰先 這就是問題所在 來 所以今天 大家在討論的 我說的是大家在討論的 不是我講的 包含這個尚之歌 這我非常尊敬的一位媒體前輩 他是非常中立客觀 就事論事的一位媒體人 我非常非常的佩服他 那他 在他的臉書上面 就寫了這一塊 他寫說 美國要製政這一批75萬幾的疫苗 毫無特權會是特權爭搶 最火熱的疫苗 這我絕對相信 因為沒有人 沒有了情況打AZ 但有了其他的 如果你有本事 你有門路 你有人脈 你一定會去喬嘛 處理一下好不好 部長還是誰誰誰對不對 我這個幫你這麼多 你是不是要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他在他的臉書 某種程度我認為成是爆料 他怎麼說 他說 自己幾位晚輩 像我們這種晚輩 是若干清律名嘴 這裡沒有 所以他們都不是 都不是 和竹筆的助理屬下 所以我們這裡都沒有 因為我們這裡也沒有 清律的名嘴跟竹筆 這幾天與我私下聊到 這一群人 早已表態 非要打到美國疫苗不可 媒體名嘴們 預約徵打美國疫苗 衛福部長陳時中 擋得住多方人情需求嗎 如果陳真的拿美國疫苗 來大做人脈關係 那這句話我就不說了 這個呂秀玲也說過 那這個閻羅王 就會找你算帳 怎麼這些人都跟蔡廷貴一樣 叫人家打國產自營港美國 對 我跟你講 這就是 你不會更小 那我相信 上司大哥 不會亂講 當然他沒有提出消息來源 他沒有提出消息來源 但第一個 他耳朵很靈敏 第一個 我相信他不會亂講 第二 這是人之傷心 一定有 我告訴各位一定有 你不要講這個啦 你今天如果關係好一點的 喬個病房有吧 喬個醫生有吧 插隊插個門診有吧 不要跟我說沒有 一定有 那幫別人插個隊 喬個醫生 藥傷病床 你都願意做了 這是優怪你自己的命 那你在電視上就講意識形態 對自己就講人性面 你說誰 你說這些人 所以我就說一定不是你嘛 對自己的時候 人性面就超過意識形態 就通通都是蔡廷貴啊 叫人家 因為你看喔 就是浪哥講到 他是親綠名嘴 竹筆 然後在下面一些人 我也知道其中有一個是誰 我知道 真假的啦 可是我不能講 當然不能講 那是男台女的 我不能講 是男台女的也不能講 那能不能多透露一點點訊息 我跟上智大哥 跟我有點心裡靈犀一點 這樣子喔 所以你跟上智大哥 我跟上智大哥 這個想法是一樣的 對我相信他不會亂講 他不會亂講 來賓哥 其實我覺得喔 你說人之常情 當然是人之常情 因為 這個 也就是擁護國產 是一種工作嘛 打美國疫苗是生活 就是這麼簡單嘛 就是這麼簡單 說得好 說得好 所以呢他會說這樣 不奇怪 但是 我必須講 你怎麼好意思 你自己偷偷去打就算 你還去幫別人去弄 對 你真的怕人家會不知道嗎 他們現在是怎麼說 他現在不是講說我要而已喔 是我要一串喔 我們爸我們媽 是啊 我們兒子我們兒子 大家我爸我媽一起去打喔 我講到最後一定不要看 我前幾天 我就聽到一個有人來問我 說南部有一些議員什麼 一個可以夾帶幾個人去打 我那聽到覺得不可思議 真的假的 已經有了 對啊 已經有了 這個要寫這個要下標 所以 這到底怎麼回事 現在每一個人都在 你不覺得很像什麼你知道 很像1949年 國民黨要丟掉大陸的時候 大家在搶傳票 一個一個 誰靠誰關係 能夠 能夠打一條黃魚 直接大家上來 幹嘛 台灣已經世界末日了嗎 有這麼嚴重嗎 老實講雖然我在這邊 我一直質疑 國產疫苗 到底有沒有效率 但如果真的沒得打的時候 我還不是只有打國產疫苗 那你看那是什麼選擇 我們也不可能去 老實講啦 連親綠名嘴也許還可以 去動用一些私底下關係 像我們在做這幾個 我們現在如果去動用私底下關係 馬上會被人家抓出來 然後一直拿出來 你明天立刻是蘋果 不是 水果日報頭版 我跟你講 所以我們現在做這種事 找死 絕對自己找死 你就算有關係你也沒辦法做 你也不敢用啦 發現 然後我覺得很好笑 就是 陳時中還在那邊否認說 沒有八大工商團體大佬 來跟我說什麼 優先打疫苗這件事 這還需要你保證啊 人家那八大工商團體大佬 人家要打誰誰都可以打 好不好 根本 你在跟我保證這個東西 不是 而且他的說法是什麼 他就說 我敢保證沒有八大工商的大佬 來跟我喬 除非他們75歲以上 那我剛剛我看了一下資料 其實年紀都蠻大的 他們也都差不多 所以 所以 就是說 他們沒有 但是如果他們75歲以上 他們可以打 不是我說真的 這些人有錢的鑰匙 他真的想打 他需要找你這個後門 他高興什麼時候打 他什麼時候打 好不好 就好像那一天 謝志偉去酸小燕姐的時候 我覺得他很無聊 小燕姐是在為民請命 他自己要打 以他的財力 以他的實力 他隨時都可以打 以他的人脈 他的關係 他要打就能打 他要選哪一秒 就讓他選而已啊 所以講這些都是幹話 但是問題是我覺得 政府真的要去重視這一點就是 第一個 很多表面上挺你的人 私底下不是真的挺你 他們不見得認同你的東西 戴總這些 我跟你講 某幾台的那一些來賓 你們就夠揪團去打國產疫苗 一個都不准少 包含主持人 整棟 整棟電視台員工 其實我說真的 我覺得用一個打不打國產疫苗 來去看一個人愛不愛台灣 本身是很低能的一件事 聽說 這真的是非常低能的一件事 那如果要按照這一種來比的話 現在是不是所有的親綠名嘴 還有親綠的這些媒體 你們全部欠楊治良署長 你就道歉 人家好歹去幫聯亞做了實驗 請問一下你們做了什麼 戴總去了 你們去啊 聯亞還有第三期實驗要做 你們可以去啊 主動報名參加 但是我跟大家講啊 聯亞第三期也不會在台灣做了 不可能 因為台灣沒有這個環境 你也不能做 那高端也不會在台灣做 那個 蔡經貴不是說他要回來報嗎 可是問題是聯亞高端 這重點是根本不用做啊 二期過了就處理了啊 其實我跟你講他還是要做 可是不管先打了嘛 對 先打歸先打 但是他還是要做 因為你如果沒有做完那個實驗啊 你永遠沒有幫他賣到國際去 是要台灣人自己打 但對不起 冰哥我插個問題 我假設 今天他說這個 我的人體試驗 要這個五萬 十萬人 要做第三期 這個 這個人體試驗 可是如果他打在台灣人身上 一打打了二十萬三十萬呢 那不就代表 三期過了嗎 他邊打 然後會問你說 你約會當受試者 對啊 那就是最好的人體試驗場 他要給你錢 他要給你錢 因為你後面 還要回來讓他抽幾次 很多嗎 因為我有朋友做高端 那你簽的那個約 他會給你錢 然後你還要回來 大概兩三次吧 還要再驗選 楊書長前兩天才去抽選 很多錢嗎 他驗 很多我來考慮一下 大概一萬出頭 國產的很厲害 外國是一萬美金起跳 這麼高 因為他風險其實很高 一萬美金不是給那個人 不是給那個人 他整個那個team 對那個team 所以那個要花費是非常多的 那你們如果不做完 你們不把這些data跑出來 你永遠沒有辦法賣到國際去 所以他在台灣 確實在打的過程中 台灣打是一回事 他就可以找受試者 對 這就是我要問的 這就是我要問的 這個是合理的 這合法的 你自己想嘛 我都要打了 乾脆對不對 我打了還可以拿到錢 那懂得嗎 你看 這就是我等一下要跟你談的 好來賓哥繼續 所以我覺得 政府為什麼要讓你自己 直接這麼支持你的 面臨這種窘境 你說青綠名嘴嗎 對 他要挺你 可是他自己還要偷偷 自己要跑去打這個疫苗 這樣會不會讓他覺得很累呢 你就能夠盡量多進一點疫苗 我老實講啦 就算你看喔 以亮哥剛剛講的那個民調 還有5% 5%的已經夠多了 嗯 5%已經夠多了 5%絕對夠支持你做完實驗 絕對夠 絕對沒問題 那你就去做啊 沒有人在打國產疫苗 我們只是叫你不要把賭注 全部壓在他上面而已 沒錯 所以呢你政府還是可以 進其他疫苗進來 如果國產疫苗 真的像你們講的那麼好 未來是要放眼全球啊 你怎麼會只放在台灣 這麼一個小地方 台灣你居然全部都給你打 能賣多少 所以不要這麼短視盡力啊 把眼光範遠一點 先就大家的名字 他看到2022 23 認為整個市場 有60億劑的需求 嗯 那你當然如果你大成功 那我就祝福你 未來趕快每一年都有耶 是 每一年都幾十億劑的需求 因為那個藥效 大概過半年或到一年 它會慢慢淡掉 對嘛 就像流感疫苗一樣 對 我完全同應畢哥說的 這也是我一直跟各位強調的 我 你說我說國產疫苗不好 怎樣 我跟你講 他確實到目前看起來 解盲也 不管二期過不過嘛 第一個他雙 這個解盲也沒過 結果還沒有出爐嘛 第二個他三期確實沒做 那會不會疑慮 當然會有疑慮 但代表我們就不支持國產嗎 絕對不 絕對沒有 那我也說過了 你要賺錢 絕對可以 但請你眼光放遠一點嘛 你不要為了謀財 而去害命嘛 你謀財你可以謀好久的時間啊 你現在好好的做研發 讓台灣人先打國外 已經成熟的 有很多人打過的 效力不錯的 起碼是做完三期試驗的疫苗 然後你慢慢研發 等到你研發好了 說不定 因為你時間夠 你有經驗做對比 你未來 研發出來的疫苗 效用比 國際的還好啊 比莫德納還好 比BNT還好 比嬌生還好 等到那個時候 不但未來每一年 每個台灣人都打你的疫苗 你還可以大大方方 把它賣到全世界去 大賺國際財 這不才是對的嗎